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博士,我是个将死之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吃了蟹,然后又吃了耳朵 每个人都说吃完蟹再吃耳朵会死的 不用担心,吃完蟹和耳朵是绝对不会死的 只不过可能会令你的身体觉得胃不舒服 绝对放心,不用死的 很多时候,为什么耳朵和蟹肉 他们都不喜欢放在一起吃的原因 因为蟹,大家应该知道 蛋白质非常丰富,里面含的氨基酸很多 而我们的蟹里面 当它越生的时候,蟹越多 原因是丹宁酸存在得丰富 所以不要常态,你吃完这个蟹肉 再吃这个蟹,然后我们的漂亮的蛋白质 遇上我们的丹宁酸 环境里面一个酸性,一个是蛋白质 也会凝固变性,令我们很难消化 每句话,我们吃完整样东西之后 我们大家的食物,除了享受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吸收营养成分 多少下去都好,能够分解吸收得越多 这个就是我们的得益 所以很多时候,某厂单我们看每一样东西 它的丹宁酸和蛋白质 大家会预想,其实真的会产生一个 比较不好的一个环境 对消化,对吸收率和需要的口感 都是产生一个双刻的反应 所以我们不建议,但不用担心 不会死的